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可阳 来2024总统道显倒数13天 好 蓝白最终战呢 谁能研发出气宝原子弹呢 现在柯文哲呢 网路声量是很高的 但是呢 他好像呢 在一般的民调 好像是大家准备要把它弃保了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炸弹出来呢 这个原子弹是何止急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秋毅爆料呢 就感情因素呢 郭台铭倾向支持柯文哲 他认定呢 征召阶段受朱立伦的欺骗呢 而国民党发言系统呢 和蓝莓也攻击他 反之呢 柯文哲与他亲近呢 理念相同 而且呢 欣欣相信 甚至呢 柯文哲政见多呢 截取是郭台铭的主张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接下来呢 商人本色 可是呢 郭台铭的商人本性呢 倾向支持会胜选的人 如果呢 现在呢 赖清德排第一 郭台铭就支持排第二的人 希望呢 透过他的加持来扭转乾坤 下架民进党嘛 好 当然 郭台铭现在呢 的主张 我们是不得而知 不过呢 他一向是 支持那个会胜利的人 我们继续看 好 民调呢 真假吗 好 黄光琴在12月28日爆料呢 郭台铭自己做了 3000份样本的民调呢 而事变上呢 当前较符合人口结构的 来看一下 手机事发各办的时候呢 科警输赖3个% 是当前的老二哦 而且他的网络呢 声量非常之高 可以看到他每一篇的 网络的声量支持度 因为年轻人要上班 没有办法像年纪大的人 像那种六七十岁 像我们这种年纪人 还可以到现场去 这个摇旗呐喊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基本上呢 柯文哲的民调是相当高的 大家都错看了他了 那但此消息是否为真呢 还得带郭董团队亲自说明 好 到底呢 郭台铭会挺谁呢 我想他回国民党 应该是回不去了啦 朱立伦现在还在喊话呢 前几天还在喊话说 回来吧 我们欢迎你 还有侯友宜也说 回来吧 我伸开双手 张开拥抱你 Why 选票 OK 好 接下来 文调真假 好 已经精准预测14次选举 结果的YouTube频道呢 街头有派对 包含2022时呢 黄珊珊台北市为老三都成功预测 而这一次呢 一篇900份环岛街坊民调中呢 颗赖差距值1.56% 有在夜市的 有在早市的 也有五六十岁的 六七十岁的 也有二三十岁的 四五十岁的 这些民众非常之多 他都是分开来的 不是说我在早市我就专门去拜访那个 卖菜的阿姨啦 卖猪肉的阿贝啦 不是 他会去看年轻人喔 也去看看那些比较年轻的 比如说爸爸妈妈在卖菜没空 他们也在帮忙卖菜卖水果啊 之类的年轻人 他们也会做民调 然后街上走的 他们也会做民调 不全然都是年纪大的人喔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次呢 黄光琴爆料呢 郭董自己做的三千份民调呢 相当接近喔 好那其实呢 这些民调可不可信呢 我想绝对不可信 有很多地方是不可信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知道有蓝莓跟绿莓啊 蓝莓是可以保鲜 对不对 吃了可以抗氧化 我经常吃蓝莓抗氧化 可以保持年轻一点 那绿莓呢 绿色的莓子还不能吃啊 长在地上啊 那绿色要变红色啊 但是他们不会变红色啊 我们来慢慢看吧 好不好 反正呢 大家就心胸翻宽广广一点 来看这场四季大选举 好不好 台湾的最终四季大选举 到底会如何 来 长期精准的TVBS呢 TVBS民调中心在电视辩论会呢 最新调查显示 表现好坏行情33% 24%是猴 磕也是24% 另外19%没有表示意见 代表说有将近20%的人 没有表示意见 这都是隐藏性的 到底会支持赖清德吗 如果都支持赖清德 那赖清德躺着就当选了 那如果这19%分给这两个人的话 也都是34% 看到没有 如果这19%分给这猴跟磕的话 一个人都增加10%到9% 也是33% 34% 所以呢 赖清德有这么轻松就可以倒选吗 你们可以在下方留言 海洋老师绝对公平公正的原则说话 好不好 那么呢 候选人支持度则是耐销33% 侯康30% 柯磷24% 看到没有 如果这样子的话呢 差距都不是太大 都在搅麻花卷了 好 这个麻花卷呢 搅搅搅搅到最后的10天 我们不能做民调了 也不能做一些电视节目啦 也不能做YouTube啦 所以你们就自己去猜测吧 海洋老师 我想我放在脸书上 也不会讲政治啦 那我会讲2024新年快乐 好不好 因为呢 这绝对不可以的 你们也不可以再传播讯息 否则的话 会被划中款哦 小心你的荷包大失血 还要去打官司哦 要小心 很多人在抓哦 好 你以为没有吗 哇 这辣子是大堆啊 我们来看一下 世代对决 前所未有的情况 柯英占据大幅度年轻选票 侯康占据大幅年长的选票 这边柯英配20到29岁56% 然后呢 这边56% 48% 30到39岁 好 那你看哦 这边都是全是柯文哲的票哦 好 我们从 12月21到12月28 这几天 一个多礼拜来的话呢 看到了没有 2413 56 33 7 56 27 18 48 35 51 35 28 29 哇 看到了没有 那年龄成分布在40到49岁 50到59岁 60岁以上 30 51 49 38 42 好 像我就是属于最后后半端的同学啦 哦 你有没有跟我一样是后半端的同学呢 看了我电视节目30年就知道我有跟你们年纪很相信吧 好 那不管怎么样的话呢 我也从来不避讳我的年龄 因为本来就是会老嘛 但是你的心态要年轻嘛 我们做事要像这个年轻人这样雷厉风行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们可以在下方留言哦 好 接下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命盘的解析呢 郭台铭与侯盈 郭台铭与柯文哲 谁更可能获得郭董原子弹 获得胜选呢 好 这颗原子弹是超级四季大核子弹 来 我们来看一下 郭台铭的巴士呢 好 他的命盘里面 他是1950年的9月8号农历10月18号升高 那他在网络上有两个版本啦 但是我们有查证过是10月18号是正确 他亲自说明是10月18号才是正确的 如果他这样的命格来佩佩佩佩佩佩佩的话呢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整个的命盘呢 是南辕北侧 侯佩做的是指挥右臂跟路垂心 那福德宫是做破军除复复兴 所以他当解证属长蛮好 因为呢 他的福德宫做破军就是改革嘛 那他也说他当选以后要改革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再慢慢看哦 现在我们不是讲改革这个问题 而是讲这颗核子弹呢 的原子弹呢 会去呢 支持谁呢 好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呢 如果他们两个人命盘 现在呢 郭台铭走在75到84岁的新世大运 走在十二个位置 那侯佑呢 是走在呢 任子大运呢 62到71岁的运 那这个任子大运的任呢 是大海水 我跟妳讲哦 妳知道最近绿营 不是赖清德的老家吗 那个赖皮疗 炒翻天 然后赖清德的名叫往下掉 从3839一直在3938一直往下掉 就掉到三十几吗 那现在呢 开始打 开始打侯佑 她太太的房子啊 说她是什么 没有居住争议啊 什么一年靠赚多少钱啊 然后呢 不断的开记者会啊 说她要在炒地皮啊 反正乱七八糟 事情就一大堆了 她太太的东西了 而且人家是婚前 就已经承袭了 她家族的遗产了 那每一个人都在炒炒炒炒 炒这个房子 哎 你看哦 第一个呢 炒赖皮疗 赖皮疗是什么 赖皮疗是赖清德 小时候爸爸 他们在万里 爸爸当旷工 33岁就过世 那留下来的这个房子 也是处先的 那只是她是不合房 因为呢 没有建号 没有地号 大概是这样吧 我不太清楚了 那炒侯佑呢 侯佑是她太太的 跟侯佑也没关系啊 对不对 哎 这些人怎么有吃饭 都不想国家政策 啊怎么样呢 啊 台湾的国安危机啊 还有什么问题要解决啊 然后呢 哎 柯文哲 还没有当市长之前 他爸爸 帮他 啊 买了一个土地是农地 这样也有问题 哎 都是家族留下来的 哇 都是爸爸 这都是爸爸 这么好抓 你有看到吗 就不是他很好抓的嘛 对不对 但是呢 看到没有 像这样的情况 哎 可以炒半天耶 有什么好炒呢 我都搞不清楚 这样叫没有据数正义吗 我以为太太的房子啊 是人家他岳父留下来 那柯文哲的土地呢 哦 是他爸爸留下来 他爸爸给他的 哎 你现在有钱哦 一年可以 现在本来一年转220万 给你的儿子 啊 三年两夫妻 就可以转多少钱 哇 880万耶 四年可以转多少钱 1000多万耶 1000多万 买个土地算什么嘛 当然可以买得起嘛 以15年前来讲的话 对不对 我觉得 而且人家都有工作耶 这些人都是 哦 赖清德当立法委员 那个房子在重修的时候 是因为他当立法委员 哦 啊 侯友宜呢 当时是当 啊 警大校长 啊 只有柯文哲是素人 他既不是市长 也不是政要 啊 也不是立法委员 连那个议员都没有 连个乡民代表都没有 所以这有什么好吵呢 那大家听清楚我讲的话了没有 柯文哲没有一官半职 侯友宜在当警政署署长 那个时候呢 啊 不对 侯友宜也还没有当警政署署长 对不起 他们结婚的时候 他还没当警政署署长 一个小官员而已 那赖清德呢 赖清德 继承遗产以后 他在多少年前 整修了这个房子里出呢 他当时当立法 他是当立法 好 所以呢 每一个阶段呢 我们要把它厘清 大家才很清楚的去认知说 哦 原来这个猫力在哪里 这样知道吗 好 那谁更可能获得 郭董原则蛋呢 获得胜选 好 郭粉还有十个percent 最少最少 他这次没有选举 当然他也太大意 我还是要呼吁郭董 如果你想走政治的话 你是要经营 你要是经营 要现在就开始经营 否则你根本来不及 当总统没那么简单啊 对不对 大家都耳聪目鸣啊 我们台湾机几乎没有出乎余副了 你看那机缘车司机 我告诉你 讲那个政治讲得头头是道 我都非常 哇 很spread 我很佩服他们 哇 每一个都好厉害啊 都可以比名嘴还厉害 真的啊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好 蓝白最终战呢 谁能研发出气宝原子弹 我刚才讲过 郭台铭跟侯友宜的八字 其实呢 相去甚远啦 相去甚远 那因为郭台铭做文昌呢 天机天良 文取星 那基本上呢 他紫煞呢 紫煨七煞 现在走的运是紫煨七煞 紫煨七煞 基本上我大概讲一下 紫煨七煞 紫煨能化七煞之二哦 但是七煞呢 带兵打仗 他是一定是战将 郭台铭本来在商计处是战将嘛 那这种命格呢 通常一般没有办法当到正位啦 那接下来 你们不要说我反反复复 人家出来选举 我们一定要讲好话啊 不能讲说人家不会当选啊 对不对 每一个都会当选啊 好不好 你们看你们选谁啊 好 那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呢 柯文哲的命盘呢 的主心呢 都跟郭台铭一模一样 他们的每一个公位的主心 几乎啊 郭台铭的本命宫走文昌 那 柯文哲也是走太阳文昌 然后呢 呃 对宫走天机天良 这个是郭台铭 那柯文哲走太阳文昌 右臂心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也是会到他的天机天良 天窥心 所以呢 其实他们两个的理念是比较合的啦 就是说郭台铭 跟柯文哲的理念是比较合的 所以有很多呢 郭台铭的主政见呢 都是呢 柯文哲拿来运用的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呢 选选语能 那这个研发出什么样的气宝原子弹 好 现在大家都在睁眼着看哦 郭台铭会不会来 呃 帮柯文哲站台 或者帮侯益站台 我觉得呢 国民党哦 其实 对郭台铭并不是真的很好 但国民党里面有钱的太多了啦 也不一定要郭台铭捐款啦 但是呢 上一届 郭台铭用他妈妈的名义也捐了四千五百万嘛 不管什么 借还是捐我不知道啦 反正有说借的有说捐的啦 那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像这种应该用借的啦 因为捐款政治现金不能这么多啦 那就是用借的啦 我现在想一想 对用借的 好 那这颗原子弹到底会在哪里爆炸呢 我们继续看下去 好 赖清德怎么样自保呢 当然 民进党也是保尽全力 希望赖清德能够获得大胜 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呢 不管是总统的政见发表会或辩论会 我们都看得一清二楚 但实际上呢 讲句真话 哪些人才真正的 当上总统以后 好好的把台湾的国家呢 千疮百孔治理的更好一点呢 好 也希望大家呢 不要忘记了 帮海洋老师先按赞 分享 按订阅 开小铃铛咯 谢谢你们 拜拜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